有團體對修訂出版法和試聽廣播法展開商議式民調價科學性和嚴謹性提出質疑 由要求審計署加入調查民調所需的費用是否用得其所 而新聞局就認為民調價結果具有科學和代表性 新聞局回應說這次調查的金額是一個總體批評 又認為這次民調結果不僅具有科學性和代表性 亦是一次難得的機會給民眾實踐平等的公民參與 由研究數據得知有助提高市民對公共議題認知促進社會溝通 以及提高公民素質 負責商議式民調價機構二言方案亦發表聲明 說他們是通過合法和公開競標方式取得服務合約 又根據合約依時完成服務 對於有關研究報告以外的不符合事實的財務開支猜測 早已有說明不再置評 二言又說向受訪者提供的平衡資料 為了保證提供的訊息準確性、平衡性和全面性 讚寫完之後 有提交給由本老中途媒體、大學學者和立法議員 所組成的委員會審閱 新浪門學者到新聞局遞信 他們認為為了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而做的商議式民調 得出的結果和第一次電話調查所得出的並沒有大分別 向受訪對象提供的平衡資料亦都存在偏頗 學者又質疑 商議式民調所花費的三百多萬 其中近一百萬是繳交給美國某位教授的商議式民調註冊商標授權費 學者促請新聞局交代 亦都希望審計處加入調查費用是否用得其所 澳門電視台記者陳詠輝不道